大家早 各位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中国房地产的事情 这个楼市现在很多人已经被套住了 已经是没有了办法 跑不掉 还有人在关注房地产税的事情 其实上海房地产税 十年前就开始征收了 因为上海跟重庆是四点 这个都不懂 我都不明白 有的人还振振有词在那聊楼市 我都不明白 你起码要知道房地产税已经征收了十年了 在这两个城市上阵子我们都反复说过了 新闻很多都说过了 我不明白 有的还财经频道 有的还在 不过我们不扯远 反正就是楼市现在出大状况了 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一个波动 那时候这样 我这样一说就有着小心心就蹦出来了 他就说 你这个反共频道天天危言耸听 天天给我们搞 叫做什么焦虑 散布焦虑 但是是这样 他们的逻辑就是 这个楼市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呢 牵扯到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的就业 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们会把他打死呢 是不是 我们肯定会妥善处理 我们肯定是稳稳当当 可防可控 有序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当然是个正常人的思维 但是很可惜 这个细胞质 或者说这个体质内斗 底下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不一定走的是 合乎逻辑 或者说合乎正常人思维的道路 不一定这么走 因为他很多做的事情 你觉得符合逻辑吗 他还是正常思维吗 还是你看他各方面 这个清零 现在坚持清零 这个不一定符合逻辑 然后把教育培训机构整个全关了 然后把这个什么华尔街上市 你到华尔街上市不是挺好的吗 欠美国人的钱 割羊韭菜 要把钱圈回来 你说这个滴滴啊 什么都好 你说有什么不好呢 他就非不 他就把你整死 所以你按照一般逻辑里 有的人为什么到现在 没把这房子卖掉呢 他就是相信共产党 他就是相信这么大个党 这么大个国家 总会稳妥的处理问题 但是恰恰从中国1949年到现在什么时候稳妥过吗 是吧 你就是稳妥了几天 改革开放稳妥了几天 胡锦涛温家宝 稳妥了几天 你就以为一直稳妥了呗 好了伤疤忘了 什么时候稳妥过我们这个点毛国家 所以就是不要小心心 那这个我们一开头先捋了一捋思路呢 我们还有事说事啊 还是从这个新闻开始说起 今天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新闻啊 就是恒大 先说恒大吧 说起楼市 恒大发布了一个官方软文 也是很搞笑 这个软文是什么的 标题和就红通通的啊 就是恒大集团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刚好今天把他拔高了一点点 反弹了这么一丢丢啊 他就出来发了这么个文 所以这个许佳一呢 真的是卯足力竞争的 使劲的浑身解数 他一定要把这个 想办法把恒大稳住 但是我不看 我不看 你看他怎么说的 反正今年以来 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恒大集团 我们通过近期一系列积极自救的行动 正重建市场信心 哎呦 不得了不得了 走出最艰难的阶段 据一位地产监管层人士 透露这个房地产调控的初衷呢 你不是说是谁 谁要调控 这个监管层是谁是细胞纸 还是还是 郭树钦啊 不知道 反正要调控的初衷是希望行业有序呢 哎 你看孩子 就跟那些小青青到现在没把房子卖掉的人一样的 健康发展 政府和投资者都不希望恶性情况发生 据了解作为中国民营企业中最大的纳税和就业大户之一 恒大集团目前累计纳税超过三千 哎 说成绩啊 给你说成绩 十三公一捐款超过一百八十五亿 员工二十万人 每年解决就业三百八十多万呢 嘿嘿嘿 一开始就跟 其实这个就是跟当时苏鼎是一样的 就是喊我这里不少人呢 你要把我稳住啊 就是习时不惯 这套说辞其实最早 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啊 就恒大当时给广东省发文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这么说的了 就是说我恒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 你广东省给我通融通融啊 通通气通气 把我这个申申宝上市的事情给我结了呗 当时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就实在没办法 中央部批 中央的可能 哎呀你不要分析细胞质 为什么要这样搞 他这么搞 可能有他的考虑就是 他就是要让你们人民斗人民嘛 让你们乱成一锅粥这样最好 他觉得这样好 说不定是不是 所以就反正现在恒大没了个办法 他就说他就说公司现在有很多办法 公司正在接触 钱在几家独立的第三方投资者探讨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资产 所以我们就能解决问题啊 他是这个意思 包括但不限于出售公司上市附属公司 恒大汽车及恒大物业的部分股权 截至公告日尚未具体签订任何计划和协议 市场传出消息 多家有实力的国企和民企正在与恒大 在香港上市的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入股 适宜进行深入洽谈 预计合作很快就会落地 就这么个软文 我看到就是 你这个时候你先让别小心 进去抄恒大的底啊 恒大还要跌 每一次反弹就是给你的逃命机会 这个曲家印给你制造的一个逃命机会 你赶紧逃 为什么呢 我给你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分析 你在市场混 你必须要懂得 真那么吃香 这个所谓恒大汽车 或者说恒大物业真吃香的话 早搞定了 早卖出去了 不用在这里喊了 我们正在要签合同 我们正在要跟人家深入沟通洽谈 我们正在铺牌出售事宜 不用这么说 真出售早出售了 我告诉你 现在在这里喊 主要是稳定军心 告诉你们 哎呦 这个我们有办法的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 稳住稳住 可防可控 稳定你们的想法 所以这个一出来 你不要觉得恒大真有办法 它没办法 也证明没办法 它不用公开这样说 你看什么买卖什么很多值钱的股权的时候 你看巴菲特有没有告诉你 哎呦我这我正在要干嘛干嘛 它都是搞定的 然后在联报里面公告出来 让你们发现巴菲特买了什么 是不是 反正这个恒大这个事情 它其实这显现出来 就是没得救了 恒大没得救了 那同样的这个房地产也是这样的 房地产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到这个深圳啊 现在这个房地产 我们也是要引起注意的 深圳这个房地产可能还要出问题 还有巨大的风险在后面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深圳的这个二手房参考价 这个推出以来 它就不是冻结了吗 你看比如去年2020年7月份 它的成交量是21,317套 就两个一个月卖两万多套 那差不多 你要知道 一个这里有个数据 就是深圳一个市有几千家中介 那这里有多少家中介 有4161间门店 这个是统计的 接近六成 也就是整个市可能有个七八千 是吧 七八千家中介 七八千家中介 你一个月有两万多的成交 那每个店有大有小 有的能做几单业务 摊下去大家有点业务还行 那你现在多少啊 我们之前都每个月都 我们都有统计了 二月份五千多 然后五千二百七十二 然后三月份四千八百六十九 然后四月份四千三百九十六 它呈现了递减 它不是说这个二手房参考 再一出来 然后就大家受到一定的冲击 后面就回稳 不是 大家是越来越没信心 然后五月份三千七百八十一 然后六月份三千二百一十六 六月份是最低啊 暂时就当时是疫情吧 疫情就广东疫情都封锁了 然后七月份三千三百一十三 你可见疫情封锁的买卖情况 跟七月份解封之后的情况几乎一样 也就是你完全那个人流动 也跟六月份差不多 没有多少的成交量 那这三分一 不是七分一 哎呦 反正跌跌好多啊 这个当然去年七月份是两万一千多套嘛 所以这个成交量是急剧的萎缩 这个萎缩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二手房参考价的一个作用 这个我们不多叙述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了 是什么呢 这个二手房参考价 它是每半年调整一次的 哎 现在二月份到七月份 哎 差不多到半年了 这也就到了可以调整 二手房参考价的时候 哎 这个要引起注意了 它怎么调了 那就有道道了 首先 有没有可能上调呢 哎 如果上调了 市场就打鸡血了 哎呦 风雨过后了 我们熬过去了 现在政府也出来维稳了 会不会上调呢 我觉得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们不要说几乎了 我们就可能性为零 他这个时候 你看他那个官方的口径方方面面 如果你还抱这种思维思维 你绝对小清新 你绝对绝对就就 你不知道他当初究竟为什么要调控 调控就是为了什么 我们说了很多次要冻结你 所以他很可能是什么呢 只有一种可能 要不就不动 先观望观望 这个可能性还比较大 就先不动 不调 但更有可能性的 他就分区来 分区域来 有的区域继续小幅下调 有的 因为你市场 如果你市场现在不是跌了吗 因为你搞二手房参考价 你房价跌了 跌了之后 如果他继续下调参考价 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波动了 那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那你继续下调参考价 然后房价继续跌 然后继续下调参考价 那最后就没有办法买卖了 有的人就永远套住了 要不就割肉了 是不是 所以就现在 可能性要最乐观最乐观的可能性 就是他不调 但是如果他继续下调 哇那就完蛋 你要避免这种风险 是不是 所以能割肉的还是赶紧割肉 还是这一句 你现在割还一刀下去 就是长痛不是短痛 一刀下去 你可能割了 然后你说整套房价 你看看上去一千多万 一刀割下去 你禁止可能就剩下个几万块 十万八万 那也有十万八万 总得什么都没有好 有的人说抵押 之前有些网友提出抵押 如果你的房子没有按揭的 你是全款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可以抵押 但你全款的房子 你还不如就降价急售就算了 是不是 那那那那 因为你抵押 然后套了个钱 除非你就移民以后就不回来了 因为你这个你就要黑掉了 你要正常还款呢 所以就而且很多的人 他本来就是按揭的 那个房子就买的时候就是抵押过的 不能再抵押了 现在没有人做二压三压了 二压三压四压这些早没有了 所以现在做过按揭的房子都不能做二压 所以就都不太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就是割药 就抵押 你还不如降价 因为抵押最多 抵押的比例比按揭小 你按揭能带个六七成的话 抵押可能就是五成 最多最多六成 所以你就做出来个百分之五十 那你还不如降价百分之三十 你能把七成卖出去 是不是 你实际操作起来你就知道了 反正这个没那么简单 但是呢 你抵押可能是快一点 钱到位不知道 现在不好说 全款卖出去 如果有人愿意接盘 这是最快的 没有比这个快 全款买卖这是最快 如果继续下调了 不得了的 后面 那对你 想想你对整个市场的心理影响 打击得有多大呀 那这真不用完了 这个深圳楼市真不用完了 他现在统计出来 官方数据 官媒 党媒告诉你 深圳楼市跌了百分之十五 一月份的时候 他说深圳的平均房价是 七万二千四百三十六 现在最新统计的数据 深圳平均房价是 六万一千五百零零 所以就下跌了百分之十五 就官方告诉你 官媒党媒的文章 然后提到很多业主就急受 赶紧把房子卖出去 这是聪明的业主 有的房子打出什么 中夫大厦一百平方 还价就卖 这种夸张的标语折射 从深圳楼市的一个新状态 当地房地产中介经理 告诉记者 现在就没几个房地产经理了 一个月成交三千多套 我说了里面有一些 不一定是市场交易的 有一些是亲戚买卖 或者说内部买卖 或者说是继承 那所以就把这些除去 你深圳七八几千个中介 那里一个月成交个 一两千套房子 大家做什么业务呢 那里有好 有大部分的中介 一个月签不到一个单 中介也要发公司单 也要请人 也要水电 水电没 天天点个灯都不得了 夏天开个空调 然后可能要买社保 可能要交租 对不对 铺位也是租回来的 所以就很多就关门了 他现在关门 深圳出现房地产中介的 关店潮和离职潮 这个是肯定的了 离一个月一两千个单 然后现在他说 统计了60%的中介机构 4161家门店 那可能有七八千家门店 里面有104家已关闭 且办理了工商注销 有220间已暂停营业 但是没有办理工商注销 很多办不了 那个注销没有那么好办 所以他说 估计现阶段 关店比例达到10% 还太小 还要继续关 我告诉你 关还会继续关 现在 在整个深圳能养活的中介 最多一千家以下 可能都养不活 可能都没有 所以要关一大部分 而且知道它是长效机制 他说了很多次 长效机制 哎呦 反正聊了这么大通 中国楼市的问题 这个楼市背后 我今天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要警惕中国银行业的风险 中国银行业现在风险巨大 银行股出现了非常低估的情况 现在今年一个月 最近一个月 很多的银行下跌幅度很大 瑞丰银行跌幅最大跌 一个月跌了30% 齐鲁银行跌29.89% 平安银行跌21% 哇 跌得不得了 杭州银行跌20% 南京银行跌19%等等 其中估值方面 目前40支银行股当中 有33支是跌破净资产 占比达到82.5% 其中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市净率 甚至不到0.4% 也就是它的净资产 比如民生银行净资产是10块多钱 也就是它每股的净资产 就是它每一股股票里面含有的净资产 就刨去负债 净资产就有10块多钱 但是它股价才3块多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市场对于这些银行股非常不堪 觉得这些银行股里面都是虚的 虚的背后 我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大家要非常警惕 注意了 做这个视频 主要想说的就是 大家要小心了 中国银行 如果中国房地产真是继续这样调控下去 中国银行会出问题的 中国银行出问题 那你们的贷款可能出问题 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这个 大家很多人的这个债务水平 它处于一个 这个共产党说的 仅平衡的状态 仅平衡 就是很多人的 都是信用卡周转 或者说什么 卡炉 房炉 都是紧巴巴的 那个日子 你别看它有房有车 又有个1000万资产 手头流动资金没有多少 所以一旦 这个银行出问题 那你们的这个 什么信用卡 可能会面临抽贷 特别是你如果你有民生银行的信用卡 你要小心了 特别小心 你它可能会降你额度 或者给你来个釜底抽薪 那你麻烦了 所以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最近你如果是玩信用卡 或者什么 你保持高度 警惕 它随时可能把你额度收回去 如果这个社会广泛的出现这个抽贷的行为 那是不得了的 那是完蛋的 这样弄下去 这个引起社会债务的一个总爆发 一个爆大雷 很多人现在我说了都是紧平衡 都是紧巴巴的 一旦这玩意继续弄下去 那是够呛 那是往实力弄 所以做生意的也没法做了 它连环报这个社会的债务 所以今天说了这个楼市继续烂下去 然后这个银行可能出问题 然后最后引起大家的这个贷款这方面出问题 那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